不管是周遇破啦 还是林静怡啊 他们现在呢就是狂打严家嘛 所谓的弊案 现在打到哪里去了 打到呢 严宽恒在这个台中市南屯区公所 这个保地817招待所 说这个呢 因为大门的围墙 被踢爆说涉嫌违建 那林静怡说 违建事实明显 卢市长要给台中市民一个交代 那台中市政府已经回应了 他说与其未改的话就拆除嘛 那严宽恒也说啊 该拆就拆 反正他们就是一切依法 那我要请教施老师就说 现在反正就一打再打 就是打这些啦 打这些对严宽恒到底真的是有伤是不是 那当然内建 具体的内建到底是怎么样 我只是说那个时候出来是 是打胡志强跟卢市长嘛 中间不是有家庭党 他是市长嘛 就不见了嘛 对不见了 所以他那几 那四年在我们台中市 怎么样隐形人是不是 好吧 我只能讲到 我可不可以再打一下英文的部分啊 可以啊 我觉得英文的部分 我们中二选区什么时候变成美国的租借地 殖民地 对 我是乌丰人啊 搞什么 你沿岛而已 你怎么沿岛好不 好 OK 然后第二个讲说我们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了吗 没有人这样子的 我一个兄弟他是在做台语附证的 李金花诗人 他就前两天在自由时报就写一个说 没有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美国或英国殖民地的 竟然要用英文来做双方 你知道官方或官方语言的 大家都想办法要把它冲淡 对 或者把它抹杀掉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推的另外一个就是赖神嘛 我不晓得你们这些人跟美国人没有办法流利的对话会死吗 自卑到那个样子 我真正做外交是用本国语言的 我坦白讲 李总统的时候他日本日文不错 但是从来他不直接跟人家讲日文的 然后他会跟朋友翻译说 你翻译了啦 OK 所以你不要讲林静怡 嘎龙以发作用言语 这不是只有语文能力而已啊 这还实质的内容的部分嘛 OK 所以你嘎龙就不可能 耶鲁大学的不可能 我跟你讲可以讲得很溜的 大概就是那种美国人的小孩子 小美琴那种的美国学校这种的 英文几乎是你的母语的 然后呢问题就在这里啊 你如果在做外交的时候 都一直在讲英文的时候 人家会瞧不起你啊 同样的你是流日的 到现在我看到那些流日的这些人 大概听说啦 听说因为我日文不会啦 OK 他们即使讲得很溜 但是不标准 除了金美琳以外 那你不标准就要很自卑吗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 然后我讲一下这些 林静怡我跟他没有互动啦 你知道通常我们立法院的委员会 大概有一个 大概人家不太喜欢去的 就是国防外交 国防外交 因为国防你知道吗 都是秘密的东西 机密啦 那外交没有选民服务啊 所以有一次我记得 李英言在做立委的时候 碰到他嘛说你怎么来这 他说没法就抽不住了 他应该是未反未服的啊 同样的 我在林静怡也碰过一次就是南岛的来啊 他叫一个塞民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会没影响啊 不知道比较高啊 好 我不知道也许他念台中的那个 什么马里讯 还什么那种美国学校 我是觉得他不太厉害啦 OK 然后呢我讲一下就是说 其实这些人跟小英都一样 没有读稿机是不会的啊 你要辩论 没有读稿机 我跟你讲像小英 你看他有时候在外面那个地 其实是有读稿机 小英要啦 但林静怡不用吧 林静怡也许不用 我不知道好吗 他可以讲出一些狗屁的东西 我不知道 坦白讲 因为有那样的老板嘛 OK 我只能要这样讲说 我想一下小英都通常是这样 而且他可以臭屁 你看我在用新的两边 两只的你知道吗 看起来好像真的一样 我讲出一个就是说 其实最好玩的 其实跟他很像是雷根啦 雷根你知道口才好会演戏 都是人家帮他准备搞 但是有一次为了一郎人质危机 然后呢 然后你知道就会嘟卖一直在嘟嘛 然后人家发现说 没有啦 结束了啦 雷根就以为卖就已经关了 然后就骂SOB嘛 第二天发言就帮他来粉饰太平 说没有啦 总统不是在骂三字经啦 他是说 The sun is bright The beach is right 你知道吗 太阳高照 然后去海滩里面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你知道吗 没脑筋啦 然后只会英文讲 我跟你讲 我只要今天看到 你看那个葛妈葛姨有没有 就是帮那个口译哥讲话嘛 葛姨他是中国问题专家 他又不是国际谈判的 然后呢 Randy 2045还2054 那个也是我们养的啊 他凭什么也跟我们讲 这些谈三道士呢 因为你们这些小朋友 找的也许都是第二代 英文很溜的 溜了又怎么样 都是自卑感 不然就是美国人 我再讲一次好了 像肖美琴这些人 我不是质疑他是父母 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谁 他们是美国籍的 我绝对不是 不是他的出身 而是因为我在质疑说 这里有双重孝宗的问题 是怎么样 你看到我们去年那些小民 然后那些我们的陆沛 你看被刁难那种程度 甚至不如东南亚 我坦白讲 为什么那些美国 完全是不设谎呢 亲兄弟民算账 你光是看到美国 跟那些盟邦的讨价 谈判讨价还价 那时空监惯好吗 来来往往 我不晓得 你知道台湾不是美国 没有被美国真的殖民过 我是觉得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 赤殖民地了 我觉得真正严重的是 真正大事是违反行政中立 那你看这个严宽恒 他已经告了 但我不认为他告了 他去会有什么效果吗 有用吗 我是觉得应该要去告了 因为就是说 我们稍微把那个 那个单位讲错的时候 不是马上罚多少钱吗 是不是 我记得是 OK 王文正是不是 然后有多少的老百姓 是转破一下就被起诉吗 结果我们从官员上上下下 都是在讲说谎员 因为他有时装得 好像很专业的样子 我们没办法反驳 所以我最近就专门在反驳 那些博士的部会首长 或者行政院长 或总统那些东西 但是我想这是中立是很难的 我想其实林嘉隆是在 鬼子冷淡好吗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 他在暗示是要插米粉 插米粉其实在讲客家装 才在炒米粉 然后闽南人的地方 是要做走路缸 他在暗示什么东西 但是你知道那个厂子里面 那个几乎就选举 那个造势场那么大的 基本上要有这个车子 要有人要有吃饭 然后现在玩大概比较 人家已经玩得差不多了 你知道那些有一些公庙 我听过的公庙他们要出人 出人头然后出折子 有人请吃饭或发便当 这些因为他们都不应该得罪执政党 像这些东西是我们都在骂过去 国民党的怎么他现在做的这个样子 那他们在周一国不是在骂说 台中红派黑派吗 那基本上是一个国民党的那种 间接统治的相互恐怖平衡 你怎么不要问说民进党现在是 鹰派正国会跟新潮流 从中央到地方上上下架 鸡犬升天连第二代都可以当立委 可以干什么国营事业的 你们那个才可恶不是吗 你们就是取二代之而已 你干什么你说你真的要把台湾 做得更好更自由吗 而且我觉得现在真的是 没有思想没有言论自由好吗 我每一次在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会不会害到你们被祭奠 大家可以从中央到地方上上下架 có免得不安之差 其实我们也不想要打开 感谢观看